这里就是阳陵镇 云南省昆明市松明县阳陵镇 看到没有 在镜头的最远处的地方 都是属于这个镇 这是一个工业小镇 前方还有大家很熟悉的烟金啤酒 也在前方 还有娃哈哈 这些500强企业 而这里仅仅是我所在的地方的南面 还不包括它的四面八方 东南西北 后面因为有产环挡住了 那就没办法拍摄了 对面是一个大雪城 刚建好的 那边就是碧桂园 还有万科第五园也在这边 我来这里之前 我一直天真的以为 云南这边的地区 可能要比很多地方的经济稍微要么落后一点 因为我都没有看到他们这边 主要是以种植什么为主啊 像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些树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果树 也没看到它结果 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作物 都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为生啊 可是看到这里的经济条件啊 人们的生活水平啊 真的是太牛了 我们产好像是有300多人吧 但是本地员工大概是200人左右 大家看到了这些小车全部是本地员工的 他们的同事的各种各样的车都有啊 而且这边的路修得非常的宽 非常的漂亮 包括他们的房子 以及他们这边的卫生的环境 维护的真的是太太牛了 现在这房子漂不漂亮 哇塞 我反复以为是我在这个 我身在我我已经来到了昆明市市区啊 但是听他们一说原来这里只是一个小镇 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啊 太厉害了 而且这边的天空一览无云啊 几乎没有说我们这些存在 也没有什么重工艺啊 都是些轻工业为主 可能是 而且这边的风 这边的风啊 它也不是特别大 都是微风吁吁啊 去那边给大家再拍一下 这是北面啊 它一直延绵到北面 哇塞 这边 太爽了 前面白色的这些地方啊 并不是说并不是一条河 而是 附近的村民啊 盖的这些薄膜啊 用来 种植什么作物的 农作物的 这里就是我所在的产了 印刷产了 规模也是特别特别大啊 很差 空气还好 如果有机会 欢迎大家来这里看一下 真的还算 除了没有什么人以外啊 这边真的是风景 可以说 非常不错 都是繁土高原啊 空主 他们的泥巴都是红色的 这样的一个小镇 可以说 秒掉了很多的县城啊 甚至 三县城市的 小县城啊 的规模 而且有个特点 这边的房子 都是建在这个坡上面啊 大家看到没有 都是建在这个岭坡上面 山坡上面 都是居高临下的 哇塞 这个红色真是太狠 而且这边呢 都是以本地人为主啊 外来务工人员很少 这边的这个 工资待遇啊 福利也不错 大家有兴趣 可以来这里玩一下 好 我是谭特区 今天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了